各位教友平安 平安 今天是我们常年级的第五个主日 我们今天的这段福音 就是跟着上个主日的福音 继续描述耶稣的这个 传教生活的开始的开端 所以我们今天的福音 跟上一次的福音加起来 就有一个描述耶稣的 平常生活的样子 我们今天有一整天 24个小时的这样子的一个描述 所以从耶稣在会堂里 那是安息日星期六 在那边传福音 就开始宣传天国的福音 他就讲完了之后 就能回到伯朵家吃饭 然后在伯朵家 可能伯朵是哪里人 他是哪一个床床的人 被特塞的人 所以他很有可能 他娶了一个客房那边的一个太太 所以他的岳母就在那里 然后岳母就生病 耶稣治好了他 然后到了伯朵的时候 人家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耶稣边前 为什么伯朵的时候 他们怕晒黑吗 还是比较凉 是天气比较凉才出门 那时候没有什么灯啊 没有 没有 嗯 对安息日之后 安息日他们算一天一天一天 就是从邦门到邦晚这样子 不是像我们现在 所以那个安息日是 就是在我们的星期五的邦晚 就是太阳下降的时候 就开始到星期六 然后他们星期六就安息日结束了 就可以出门 因为那时候 法利赛人说 在星期六安息日 不可以超过什么距离 你譬如说你要旅行不行 可能你可以走 从这里到不知道哪里 很近的地方 就不可以超过 所以不方便出门 所以 傍晚的时候 他们才把这些病人 来到耶稣跟前 那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然后也驱逐了很多魔鬼 所以又重复跟上一次的福音一样 耶稣对魔鬼的这个权利 是非常的明显 非常的明显 而且他也重复了跟上一次一样 魔鬼知道他是谁 所以耶稣也不允许他们说话 然后呢 结束那个安息日就是傍晚 就是应该是我们现在星期一 或者礼拜天的开端呢 耶稣第二天 很早很早的时候就起来了 然后去做什么呢 去祈祷 所以耶稣忙了整个安息日很累 应该超累吧 他说全正的人都在他门前 他要招待要照顾治好很多病人 他还是第二天很早起来去祈祷 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是要学习一下 然后呢祈祷王就跟宗徒们说 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宣传福音 因为这个是我的任务 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地方 开始去放行一下 首先耶稣治好病人 他来是来应验旧约有关墨西亚的一些许诺 我们知道 因为依赞亚先是告诉我们 耶稣好像背着我们的一些疾病 我们的痛苦 所以祂的一个墨西亚使命当中的一个任务 就是自讨病人 不只是身体上的疾病 因为身体上的疾病 有医学也可以治好 但是心灵上的呢 灵魂上的呢 尤其是罪恶 罪恶一个是我们灵魂上最恐怖的一个疾病 他有时候也会让我们没命的 放一个大罪就没有天主的恩宠 所以他比疾病还要严重 所以耶稣不只是当时 现在还继续治好病人 那么多人就像今天的第一篇主经约伯那样 非常的忧郁 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真我对他们来说非常的痛苦 宁愿早一点死了 也不要在世上受苦 所以约伯真的是在描述那个 忧郁症的人的那种想法 我在世上一点意义都没有 然后在世上好像看不到幸福 没有希望完全没有希望 所以耶稣制好这些人 给他们重新的一个希望 能够在世上找到他们人生的意义 再来是可以反省有关耶稣对魔鬼的这个权柄 这个是一个在福音不断的强调的地方 即使在福音当中 耶稣谈到地狱魔鬼 比谈到天堂的地方还要多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所谓的神学家 一些甚至教会人物 他们不断的在否认这个地狱或者魔鬼的存在 有一些蛮著名的神学家 他们的一些主要理论就是否认地狱的存在 或者说如果存在就是空的 地狱没有人 那为什么地狱没有人 天堂都有人呢 那这样子天主的正义呢 审判呢 是来干什么 那这样子我们形上彼得是为什么 完全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方面在福音中非常非常的明显 而且在圣保禄的书信当中 也不断的强调这个方面 所以这个在今天的福音也是给我们 放行的一个地方 第三个是耶稣祈祷的这件事情 我们说他可以休息的那一天 前一天忙死了 然后第二天呢 他可能就可以多睡一些 就像你们放假的时候 或者礼拜天的时候 所以弥撒都迟到 我没有睡饱 我讲到有时候很好睡 最好睡 然后呢 耶稣还是起来 很早起来 然后到一个 荒野的地方去祈祷 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 祈祷是非常重要 而且祈祷是不可破缺的 如果我们想要服传 想要宣讲福音呢 祈祷是必要的 我们的传教生活 我们的传教工作 没有以祈祷为基础呢 完全没有力量 没有说服你 好像空了一样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 在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呢 不管是在堂居 或者在自己的家庭 想要把自己的家里建立在信仰上 把耶稣放在家里的首位 他是失败或者很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以祈祷为基础 所以变成是说 忙了很多事情呢 有很多借口 不参加这个活动呢 或不祈祷 或者不去弥撒 就很多很多的借口 就像耶稣那一天 他也可以说 我很累啊 昨天一整天都在忙啊 那今天可以多睡 但是他唯一不需要祈祷的他 他首先祈祷 告诉我们 这个是必要 再来是耶稣的这个传教的热忱 他说我正是为这个使命而来的 所以我们也要到别的地方去宣传福音 圣保禄在今天的第二篇章 他说了 我若不传福音 我就有过了 这是我们每一个受过喜的教友 应该常常想的一句话 我自己受过喜的 成为基督徒 我若不传福音 我真的是有过了 在审判的那一天 天主会问我说 我给你这个信仰 你知道 世上有多少人没有这个信仰吗 那我就把这个特恩给你 你做了什么 你给这个信仰做什么 别自己可能的信仰生活 没有过得很好 然后把它封闭在自己的心 没有跟他人分享 没有这种传教的热忱 那真的是 像保禄主说的 我若不传福音 我就有过了 所以信仰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仇 没错 但是也是一个更大的责任 我们宣传福音的方式 不只是要向神父讲道理 或者像兄女这样子 也可以就是以我们的生活方式 跟他们分享福音 因为人家看到我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就会自己学习 连讲都不用讲 他们一看到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生活榜样 他们就会学习 所以我们宣传福音不一定要讲道 这是一个小小的部分而已 但是我们必须以身作者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恳求圣母妈妈帮助我们 按照我们的信仰生活去 给所有的人宣传福音 因为圣宝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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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天主的职意去扶起这个责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